字幕志愿者 李宗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明 我们这一本课要教大家电脑视觉 电脑视觉到最近这几年 已经变成算是一个 虽然说研究一直有在进展 但是有很多技术也很纯熟的 纯熟到可以实际上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那這邊列出來的這三個是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或許你有聽過 這個叫做SIFT的東西 SIFT 它是一個特徵的描述方法 可以讓你在一張照片裡面 找到那些特徵點 所以如果你們是做相關研究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這個東西 那可能如果大學 他們都在主要的這個作者 他現在在Google主持一個團隊 然後他們做什麼事情 就是他們有一套技術 是可以拿很多網路上收集到的照片 因為你去Flick上面 可以下載很多照片 那可能很多人去某一些知名景點 在玩的時候 他拍了各個不同角度的照片 那這邊顯示出來的這個建築是什麼 看起來像什麼 對競技場 那底下很多那些小三角形呢 其實就是每一個人去拍照的時候 每一個遊客去拍的時候 拍的那個位置 那當你收集到了幾千張這樣的照片之後 他其實可以把那個建築呢 的三維結構重建出來 所以這是電腦視覺技術目前做得到的 那你看到現在 重建出來只有悉數的點 但是你可以把它弄得越來越密 你可以把它補出它的三維結構 所以Google他們可能就用這種技術 希望去把這些 一些Google的這種街景跟實際的這個 東西的三維結構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另外一個現在也是已經變成必備的 就是人臉偵測的技術 這已經十幾年了 那當初在剛提出來的時候是 非常就是讓人家覺得非常驚豔的 是因為他以前從來沒有即時就可以拍照 然後把臉就秀出來 那現在的數位相機跟手機都有這個功能 所以這也是電腦視覺技術呢 已經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那還有就是在一些電影的特效裡面會用到 那這個例子是在2000年的時候的超級盃 那有一個很有名的電腦視覺領域很有名的教授叫做這個 Kanade 那時候他還在CMU教書的時候呢 他就是主持了一個計畫 然後在超級盃的這球場旁邊架了很多攝影機 然後同步去拍球員 那就可以做到我們現在看到的 你看到有些NBA的球賽有這種 這樣的轉播就是他可以定住 然後就像駭客任務一樣 然後他停在空中的時候呢 轉換視角 所以最古老的 應該說第一次實際上在比賽中應用的應該是這個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他影片 可以快轉一下 2001年 所以他有能夠同步控制那些攝影機 然後拍到導播想要拍的東西 然後可以切換這視角 那現在這項技術已經做得更好了 所以如果你有看一些足球比賽 或是NBA的比賽的話 偶爾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那另外還有一些就是電影裡面出現的特效 那這個就非常多例子 所以我們大概稍微看一兩個就好了 那現在很多廣告其實也會用這樣的技術 就是在真實的物體上面跑出一些額外的資訊 然後那些資訊是會跟著你的視角 還有那個裡面的物體去動 所以有看起來就很逼真這樣子 所以你必須要能夠去追蹤他的手 所牙刷的位置 然後也要知道相機的那個視角是在哪邊 攝影機的視角在哪邊 這樣才可以呈現出來 看起來是正確的這個透視的東西 這片大家有看過嗎 這蠻好看的電影 大家可以去找來看一下 他的整個每天的生活 就會照著剛才旁白的人 怎麼講他就怎麼做這樣 那另外有一些你們回去再自己去點來看 就是像這個華爾街之狼 然後一些特效他是怎麼做的 那大概都脫離不了 就是用這些綠背景去做出來的 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 或你看到旁邊這一排也是一樣 會用綠背景或藍背景 那現在比較常見是用綠背景 因為綠色那個綠色是很特別的綠色 平常我們不會把那個綠色穿在身上 然後你的皮膚也比較跟那綠色不一樣 所以比較可以把那背景跟你的前景把它分離開來 那一旦分離開來之後 你就可以在背後去加任何東西 像上去 這個就要啃掉了 所以實際上場景都是像這樣子 然後到時候再把你想要的背景把它合成上去 那在電腦視覺的研究裡面這個叫做matting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一兩個禮拜的主題在講matting 所以怎麼樣把那個前景跟背景分離開 而且通常是這種有毛邊的東西 要去的 去背要去的很漂亮的話 就需要比較好的技術才可以 那不然你就要靠人工去慢慢去去背 那就很累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一開始就會講的這個主題 怎麼樣去調出這個統一的這種色調 因為你整個影片可能不同時候拍的 有時候早上拍有時候下午拍或室內拍 但是你希望給它一個一致的色調的話呢 你必須要有做一些後處理 所以其實它都會有一些主要的這種代表的色或是色調 那呈現出它整個影片的這個統一的風格 那如果說你有一張照片 原本的色調不是你要的 你喜歡套用到另外一種色調的話 要怎麼樣做 可以很有效率的做到這一點 這是我們下個禮拜就會講的主題 所以等一下我會再講一些東西 然後呢其實這禮拜呢就可以開始做作業了 那我們第一個作業應該是DI上面的 這個Dolly Zoom的作業 那我們後面還會有一些 跟配合這個每個禮拜的主題要做的作業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怎麼做這個matting 怎麼做color的這種color transfer 然後還有就是跟拍攝影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你要如果要拍出這個 追著一個人一個人拍 但是你希望你的相機不要晃動的話 怎麼樣做到這一點 那這可以靠一些額外的輔助器材 或者說你拍完之後呢再去做後處理 可以做到讓你的影片變得很順暢 然後不會這樣子晃動 然後我們可能去讓大家去做一些 這種stop motion就是 剛剛看到的那個駭客任務那種效果 所以你可以在網路上面看到有些人的做法是 找很多人呢每個人一台相機 然後繞著一個一圈這樣拍 然後同時按一下快門 那一個人跳起來之後拍照 那把大家的照片組合起來就可以呈現出那個 駭客任務的效果 那另外的作業會像是怎麼樣讓整個校園變成 看起來像是沒有人 只有你自己在那邊 那這也是電影裡面常常會做的 一個主角站在中間 然後旁邊車子一直開過去 到最後開一開就沒有車了 那其實你只要用一些簡單的平均 就是你拍很多張 然後把全部的畫面平均起來 你就可以把那些會動的東西去掉 那我們也可以試試看說 如果比較複雜的東西像臉的話呢 你把很多人的臉平均起來的話 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是可能的一種其中的一種作業 那另外這MatchMoving的話呢 就是剛剛看到的 怎麼樣讓它那個字可以顯示在牙刷上面 跟牙刷動 那就是MatchMoving的效果 那或者是做這個卡通畫 怎麼把影片呢 真實的東西呢變成像卡通一樣 那你必須要去追蹤裡面的這些線條邊緣 才能夠正確的塗色 這些都是我們這學期會要大家做的作業 那這禮拜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當然就先分組 就是你要先上LM上面把你的 你的組員把它填好 然後挑選一個組長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安裝一下OpenCV 讓一下裡面的附帶的這些範例程式 至少你先有環境先設定好了 你有MatchLab有OpenCV這樣 可以開始做一些實驗 然後我們已經出好了這個 下禮拜要教的這個Reading 就是你要寫不用太多 就是100字或者是幾句話也可以 反正你有確認你有讀過那篇論文 然後知道他是做什麼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第一個作業要大家做 那等一下我會講一下第一個作業要做什麼 那我們其實第一個project呢 在現在就可以開始做 然後到了預計你們在3月24號要完工 那希望說每週都有一個進度報告 就你要做出那個暗箱 可能第一個禮拜你就是買一些材料 然後第二個禮拜就是怎麼樣開始去組 反正到了3月24號的時候呢 希望那個東西已經可以帶來課堂上面 修給大家看 那為什麼這樣 是因為我們在春假那時候呢 會要大家去拍HDR的照片 就是要用你做出來的那個暗箱去拍 不是你自己拿隨便一台箱去拍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project要在3月24號之前完成 那你的暗箱會是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前面去買一個很便宜的放大鏡放在前面 把它拆掉之後把它的晶片拿出來 那網路上找了一下 大概可以買到這麼大的放大鏡呢 大概才幾十塊而已 所以其實是很便宜的 那箱子的話你就隨便拿一個紙箱就可以了 只要它夠堅固 那後面可能可以用毛玻璃 或者你用描圖紙就可以了 就是要一個半透明的紙黏在後面 那最好是越平越好 否則的話你到時候拍出來畫面就會有皺褶 那就還要額外的處理 然後成像之後你應該是不用拍 不用相機去拍你就可以看得到東西才對 拿這個箱子這樣到處看你就可以看到東西 那這是我們要做的第一個project 所以從現在就可以開始動手了 然後在3月24號要完成 那 第一個作業的話呢 是要讓大家先暖身一下 就是其實 完全不需要寫程式 你只要用現成的影像處理軟體 就可以做到了 第一個是要製造出這個DollyZoom的效果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是什麼效果 那另外一個是要做這個 這種叫做 看起來太模糊了 就是你拍真實的場景 但是呢看起來就像是模型做的 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你只要把一些地方模糊掉 然後主體很清楚的話 看起來就像是用一個非常近的距離去拍 微距的拍攝 那就會讓你誤以為呢 那實際的場景其實是 是縮小的模型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這個 DollyZoom的效果 那在那個作業的 我已經作業已經上傳上去 所以你們看作業的描述會更清楚 然後實際上的電影的話呢 它呈現出來的效果是像這樣子 等一下還沒進到這個畫面 你看到它的主體其實一直維持一樣的大小 但是背後會一直慢慢的前進 那怎麼做到的呢 因為你的相機是可以做 假設你的鏡頭是可以Room In Room Out的話 那當你在Room In的時候呢 你會主體會越來越靠近對不對 可是同時如果你把你的相機一直往後退的話 你就可以維持主體的大小是一致的 可是因為當你做Room In Room Out的時候呢 主體跟背景的這個大小關係會改變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主體沒有變 但是背景一直往後退 或者是反過來 你Room Out的時候呢 一直往那個主體靠近 就會看到那個背景一直被壓縮這樣 所以這個是可以呈現的效果 那你們要怎麼做呢 你們就是可以用照片的方式或是影片的方式 影片的方式比較麻煩 影片的方式的話你要抓準那個前進的速度 然後而且你又要同時去Room In或Room Out 那實際上的拍電影的時候他們是有軌道的 那以前呢有些同學他們是用那個椅子 就是實驗室的椅子是可以滑的 所以他就拿著 那你也可以用單張的照片的方式 就是拍一張一張一張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 用那個動態的這個GIF檔去把它組合起來 所以不見得要用拍影片或是你單格拍影片 反正最後抽出來的一個看起來像影片的東西呢 其實你可以是一個一個去拍的 那你如果要拍靜態的東西的話 這應該比較容易 因為它不會動嘛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控制這個Room In 然後慢慢的去移動你的相機的位置 那你如果想要拍出動態的話 就裡面的人也會講話或幹嘛話 那就要比較好一點的設備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去想想看怎麼樣呈現這樣的效果 那另外這個 所以影片你們回去看就知道怎麼做 那這個網頁上面有別人拍出來的照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應該會更清楚一點 這都是實際的場景 但是看起來就像模型 那做法就是我 就是你隨便拍一張照片 只要是遠遠的拍 拍那些東西把它拍得很小之後 把邊邊把它弄得模糊 看起來就會像是假的一樣 對 大家回去可以試試看 那這是我們 第一次作業要大家做的 所以你可以用 任何的影片跟影像的編輯軟體 你用Photoshop或用其他的軟體去做都可以 不需要去寫程式 或是你要寫程式也可以 反正你最後只要把這樣的東西呈現出來就好了 把那個DollyZoom的效果的影片 以及這樣的微距的照片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大致描述一下說你是怎麼做的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個作業 然後第二個project是在這個時候就要跟大家講 因為這是要一整個學期的工作 你從現在就要開始做了 那你要每天替同一個物體或同一個場景拍一張照片 那這是我今天拍的 所以我也會實際上去每天去拍 那我找的就是我辦公室裡面的一個噴災 它照理說應該會漲 除非它就是我不澆水它會哭掉 那也是一個每天會變化的東西 所以我要看到到了學期末的時候 可能我已經拍了一百多張照片 我把它合在一起變成一個縮時攝影的成果 你會看到那個噴災是怎麼變化的 慢慢長出來這樣子 那也有人是拍自己的臉 所以你每天拍一張自己的臉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個學期之內的 你是被 怎麼被這門課抄到這個 黑眼圈越來越深這樣子 所以都可以 那你就先選定主題 然後每天拍照 那這個等於是考驗大家 這其實也是其中一個project 那你可能最後辦圖合費失敗 這也沒辦法 但是是要考 有點像考驗大家的這個毅力就對了 你要能夠堅持 真的每天都拍一張照片 那你要去證明說這是每天拍的 所以你不能到最後學期末 學期末的時候才那個 趕快一天把這通通拍完這樣子 那其實也是有難度的 如果你可以做到呢 讓我們看不出來其實你是 一天就拍完這個縮時的話 那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一天就可以當這個樹長起來 那大家可以開始想想看 你們要拍的是什麼 或者是說不見得是 是有生命的東西 像我們這個校園我相信也是 有一些建築也是會變化的 或是哪邊有工地在蓋 你可以一天去拍一張 然後之後我們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一百多天的變化 那最後還有一個term project 那我這邊就先不講 所以這是我們 這門課呢大概要做的東西 這樣有問題 有沒有開始要覺得太累了 那 所以大家好好考慮 所以這門課我在課程的說明上面有講 就是 這邊有提到就是 課程涵蓋主題很廣 然後內容很多 每一星期都有作業 是一門緊湊的課程 那 所以剛才應該讓大家已經知道說 這一句話不是講假的 那 所以如果要修課要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每個禮拜都有事情做 雖然說不是很難做的東西 但是你就是沒有休息的時候這樣 然後可能因為是分組嘛 所以應該也還好 反正就大家分工一下 那這些作業我覺得都是蠻有趣的 所以 雖然說 可能 每個禮拜要做作業好像有點煩 但是應該也是一個有趣的過程 那目前為止有什麼問題 像是剛才說的一些讀書心得 還有那些assignment 都是以補為單位的嗎 對 所以你跟組員的成績差別我剛剛講過 就只有在平常的表現上面而已 百分之十而已 那成績的話呢會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其實每一次作業呢 大概就只有A加A跟A減三種分數嘛 除非你沒交就是沒分數 但是A加只會給少數幾組而已這樣 所以就是你要看跟各組的競爭 就是大家可以做到多好這樣 所以我們要大概講一下說你要怎麼做 第一個作業 那第一個作業是關於這個成像 因為你要拍那個Dolly Zoom的話 就是要了解一下這個成像的原理 那其實都很簡單 那最古老的這個相機其實也是像這樣的東西 我們剛剛看到用木箱用暗箱來做 那其實更早的話是在 你可以用那個實際上的建築 一間房間然後把它弄成暗 然後整個房間裡面唯一跟外面通的 就是這個牆壁上的一個洞而已 所以外面的景色就會透過這個洞 就像針孔一樣 然後呈現在你的房間的牆壁上面 那這個是最原始的這種相機的形式 那我們其實剛才那個圖畫就告訴你這個答案 就為什麼我們在白牆上面看不到自己的影像 我對著這個 這個會反光當然還可以 可是我對著這個投影幕的話 其實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這個臉或是身體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從你光線擋到你身上 然後反射到牆壁上面 然後牆壁再反射出來的時候 沒有辦法很忠實的 就是讓該近到你眼睛的光線就近到你眼睛 原因是因為那個牆會把那個光到處亂散 因為它是白色的牆壁 所以擋到上面的東西它不像這個鏡子一樣 會怎麼進去怎麼出來 那它亂散的話呢 你就沒有辦法收集到夠多的光線 來呈現出你想看到的影像 但是如果你有針孔的話其實是可以 因為針孔可以限制這個光的方向 所以如果只有在這邊光線這樣打過來的 透過這邊應該要畫個針孔才對 針孔然後才能呈現在這裡 那其他的光都不會干擾它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完整的 不被干擾的影像 因為每一個點只有一條光線通過 因為每一個點只有一條光線通過 假設你針孔非常非常小的話 就只有一條光線可以穿過它 然後呈向在它該呈向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就是 剛看到那個暗箱或是暗房 它的名字叫做 上面的 Camera Obscura 那它的意思就是一個暗房 那這個就是你要呈向的一個最原始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一下有一些作品 藝術創作其實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實現 這個藝術家這個攝影師他去一些風景名勝的地方 看一下 看一下 看這個也可以 他去找到一個很漂亮的景色之後 然後去看看那附近有沒有什麼房子 然後剛好那個可以看對著那個很漂亮的景色 然後找到一間適合的房間之後 把窗戶都貼起來 用黑布貼起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效果就是這樣 貼起來之後呢 他把那個牆壁就是那貼的黑紙上面弄個小洞 那光線就可以進來 那那些外面的風景就會呈現在牆壁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實際上裡面的家具一些桌椅 然後後面牆壁上面就是外面的景色 然後他在拿他的相機把這個畫面拍下來 那通常他要長時間曝光 有時候需要曝光到七八個小時 才能夠拍出這樣的東西 然後所以它是什麼 他是躲在一個大的相機裡面去拍 拿一台相機去拍那個東西 那這就是 呃 重現了那個很古老的這個 暗房的這種的概念 那變成一種藝術創作 那後來他當然再演進一下 因為照理說這個看到的畫面應該是顛倒的 所以他有弄一個比較複雜的系統 就是有透鏡然後有一些反射的東西 讓他呈現出來的東西是正的沒有顛倒 否則你針孔成像應該是顛倒的 然後 然後因為有鏡頭所以你可以比較容易控制 這個 他的曝光量 就是不會 不需要曝光那麼久 那你可以去網路上面找一下說怎麼做正孔相機 或許你在小時候就已經做過這樣的勞作 反正拿個紙箱鑽一個洞就可以 那 在MIT他有一門課呢 也是一樣 就是電腦視覺的應用的課程 然後他們其中一個 一個project也是要做正孔相機 所以我們這個project也是從那邊得到的一些靈感 那他這邊用例子就真的是一個用針孔 然後會得到這個倒反過來的像 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他可以做一些延伸 比如說他鑽兩個洞的話呢就可以去拍這個 拍立體的照片 所以你如果戴上這紅跟藍的眼鏡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立體的影像 因為他拍的時候就是鑽兩個洞去拍的 那我們沒有要大家做這個 而且我們允許你不是用針孔 是前面可以裝透鏡 這樣會比較容易拍出亮一點的照片 否則你要曝光時間要很久 那原因就是因為針孔成像有些缺點 我們需要靠透鏡來蒐集更多光 因為有透鏡的話呢 就不會只有一條光會到你想要到的地方 而是可以蒐集所有從這邊發出來的光呢 只要它對焦對的話通通會擠在這邊 那你在這邊放一個半透明的木的話 它就會成像在那裡 所以我們做的這個暗箱呢 前面是可以裝透鏡 所以我說你去買一個很便宜的放大鏡 然後把它拆掉之後 把透鏡裝在你的箱子前面 那你拍照的時候應該都有 如果你有平常在拍照的話應該都知道這些 這些攝影上面需要去控制的這些因素 包含這個你的快門 那當然如果你做出那個暗箱之後 你的快門其實還是靠你的 你另外那台手機或相機去控制的 然後光圈的話呢 就可以自己去在那個透鏡前面加一些遮光的東西 你可以把光圈弄大或弄小 那光圈小的話呢 就會越來越接近那種針孔的效果 光圈大的話就會出現 像這邊這個前景深的效果 只有在對焦點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清楚的畫面 超過對焦的地方就會變模糊 那這是你要付出的代價 你想要快一點收集到多一點光的話呢 你就變成需要這樣子 你如果不想要被其他的光線干擾的話呢 你想要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很清楚的成像 那就要用成針孔 針孔的話就是沒有所謂對焦問題 不管木方在哪邊 你都可以看到清晰的畫面 然後用這個透鏡的話還有一些缺點嘛 就是你的透鏡可能不是那麼完美的 把每一種不同的波長的光呢 都可以折射到同樣的地方 所以會有一些射片的問題 那這也是你在那些攝影的這個論壇上面 常常會看到一些在評比那些鏡頭的 會討論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呢就不去深入去介紹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還是偏向說怎麼樣做那些特殊效果 而不是在做影像處理而已 那這就比較偏影像處理的問題 怎麼去把雜訊把這些射片處理掉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們在3月24號要教這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開始找組員開始動手做 然後這裡有一些參考 讓大家看看怎麼做的影片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相信應該不難 因為這通常都是要給那些小學生啊 然後做的一些勞作 所以看一下這影片看它怎麼做 大概是拿兩個箱子然後套在一起 然後呢去買那個描圖紙 想辦法把它弄得很平這樣子 然後貼在其中一個紙箱後面 那從這邊也可以看到 看得出來每一組可能它的勞作能力不太一樣 這一個project我以前有做過一次 就是有 後來就是唯一就那一次而已 那一次呢有一組他們做出來一個 就真的是非常看起來很高檔的這個相機 那因為他們其中一個組員 他家是開修車廠的 所以他有非常多零件 那包含他的鏡頭還可以這樣伸縮 就是有很多東西可以 然後那個整個那個箱子也是很完整 然後他可以去他們有去量那些刻度 然後知道說對焦到你物體在幾公尺的時候 要對焦在哪裡 所以上面看那個刻度就可以直接調出來 所以你可以做到很精緻 那也可以就是很簡陋 就一個箱子挖個洞也可以 那另外有一個這個比較成本比較高的 然後之前也是有一組有做過這樣 可是後來把那個scanner一拆開來之後就壞掉了 就scanner就報廢了這樣 那做法是這樣就是他 我們剛剛不是說你背後要成像之後呢 放一個毛玻璃對不對 然後用相機去拍 那你可以直接把那毛玻璃 跟相機合在一起變成一個scanner 就把它裝在上面 那scanner他的解析度是非常高的對不對 他可以到9600條這個掃描線 那你拍出來的照片是幾千萬畫素的照片 可是缺點是你要掃很久 因為他可能少了一張圖要 譬如說一分鐘好 所以你拍一張照片要拍一分鐘 可是可以拍出非常非常高解析度的照片 那這個你要確定有把握才可以 才去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已經犧牲了我們實驗室的一台scanner這樣 之前那一組同學就是我的研究神 所以他就把實驗室的scanner拿來拆開來 那這個是大家可以試試看的 那比較保險的應該就是 剛剛那種小學生的那種做法 拿一個毛玻璃或描圖紙 然後用相機去拍就好了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提高解析度的話 你多拍幾張再把它組合起來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析度 那這是大家要做的這個作業 the project 這樣有沒有問題 應該還不會太趕 通常這個真正動手去做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週末就做出來了 不過你可以一直改版可以改良 然後我們就是會在3月24號的時候 請大家就用這個相機去拍HDR的照片 就拍不同一個場景然後不同曝光值 然後再把那照片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對比很強烈的照片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project 那但是當然也有同學會抱怨說 怎麼修一個電腦視覺的課呢 變成在做勞作 不過我覺得我們這門課就是強調這個動手做 有些東西你就是要真的去 跑那些程式然後去用用看 你才知道說這個技術到底好在哪裡 跟不好在哪裡有什麼缺點 而不是純粹只看論文 然後就相信說他說的都是對的 那你發現實用上面的缺點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才會去想說我怎麼樣把它改得更好 所以我就是 希望就是這門課呢 在教電腦視覺的技術之外呢 可以讓大家去體會一下說 怎麼透過這些實驗實作 然後從裡面去發現一些 發現一些有趣的地方 有趣的問題 然後把它解決 這間課程都給 executives 算 Had 對 其實4小座講 這裡 達